各位你好 我是心齋 一年不生 蔓延放下 今天是年初三 祝農年喜迎好运 心想事成 覆滿家園 年初三晚上是不熬夜的 容易忽略的四個尺口禁忌 年初三尺口 根據傳統這一日 二生口角 和野是非 因此不適合拜年 以免引起爭執 除了不拜年之外 年初三還有不少傳統禁忌 以下其中四個大家要小心 禁忌一 不能招待客人 由於赤字一般和貧窮相關 若在這一日犯下禁忌 例如宴客或拜年 整年財富或會受影響 因此還是最好留在家裡 第二 不能夠吃米飯 初三同時谷子生日 為祈求未來一年谷米豐收 古時的農民不會吃米飯 以免得罪了米神 第三 不能夠夜睡 老鼠或是會影響農作物收成 所以相傳在晚上的時候 老鼠取親時刻 最好就不要開燈妨礙他們 打擾鼠神 此外可以在廚房或戶外灑米灑鹽 令老鼠吃飽飽 就不會走出來了 第四 拜神水果 不要帶子 不少人趁不用拜的期間 道致廟求神問福 不過所攜帶的水果 需要注意除了不要帶子 花茄等 數量亦要以單數為主 初三赤口日 這些習俗你都了解嗎? 經過初二殺雞開年後 中國農曆新年 就進入無所事事的年初三 之所以無所事事 皆因按照連續來說 初三赤口日 又稱赤狗日 這一日大家通常都不會出門拜年 相傳赤狗是口怒之神 遇到就容易引起口角爭執 尤其是老一輩的人 會比較在意 一日足不出門 留在家裡免得遇上空神 大年初三 即是農曆正月初三 又稱為朱日 自秦漢以來傳統看法是 正月初一是雞日 正月初二是九日 正月初三是朱日 初四是陽日 初五是牛日 初六是馬日 初七是人日 傳說這是因為呂窩 創造萬物生靈的時候 先做六畜後造的人 因此初一到初六 都是六畜之日 習俗一 赤狗日 年初三又稱赤狗日 是個不吉利的日子 赤狗是飆露之神 遇知就會有空事 所以老一輩的居民 都在這一日足不出門 留在家裡 以免遇上空神 舊時初三夜晚 將年節時的松柏枝和節旗所掛門神門棧等一併焚化 已是年已過完又開始迎生 俗語講 燒了門神子 個人曾生理 民家以為正月初三 谷子生日 這一年祝祭新年且禁食米飯 以為如有犯者 是會導致谷物減產 即天慶節 宋代 宮廷節日 宋真宗大宗長赴元年 因傳有書下降人間 真宗下照書 定正月初三為天慶節 官員等休假五日 後來稱為小年朝 不掃地不黑火 不吸水 與睡朝相同 到了大年初三 還能夠有稱為惡鬼日 這一日既探親 訪友 不過這個習俗已經過時了 因為隨著時代的進步 人們很難得春節共聚過年 對此已經淡化了很多 但連初三的風俗禁忌 不宜外出或宴客 必須早點熄燈睡覺 正月初三是鋁窩做羊的日子 故稱為羊日 在這一日 人們不能殺羊 如果天氣好 則意味著這一年 羊會養得很好 養羊的人會有好的修成 初三通常都不會外出拜年 因為赤口 所以希望避免容易和人發生口角爭執 若有親朋好友尚未互信 中國大陸的一些農村和城市 在大年初一至初三 不動刀或剪刀的習慣 在中國南方大年初三的早上 就要貼尺口 因為這一日以生口角 不適宜拜年 所謂尺口 一般是用大約長七八寸 寬一寸的紅紙條 上面寫上一些出入平安吉利的話 貼在前門和後門的門頂上面 另外有一張是放在垃圾上面 挑出外面倒吊 這些垃圾是初一初二兩日積下來的 一定要到初三才一起清理倒吊 否則等於將家裡的金銀財寶 向外流一樣 總之貼尺口是令人們心理上 覺得一年到頭都能夠出入平安 不能跟人發生口角 或各種不幸的災難 家中多多 朝財進補萬事如意 多謝大家收聽 我是心齋 隨遇而安 隨緣自在 大家喜歡的話 請點讚、分享和訂閱全部 拜拜